画面中,这是猴子跟小狗的巅峰对决的时刻,猴子上前对着小狗就是呼呼几个大嘴巴,小狗也不甘示弱对着猴子就是疯狂的吼叫,大家觉得谁能在这场战争中成为最终的赢家呢? 咱们一起接着往下看,上午时分,小狗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餐,谁知一旁的猴子突然跑去用脚将小狗的午餐踢开,小狗哪能愿意呢? 对着猴子就是狂叫一番以此来震慑的,谁知猴子非但不怕,竟然还得寸进尺,上前就是挤脚,还觉得不够过瘾,顺手又将小狗的午餐打翻,然后用餐盆哐当一声砸向他,疼得小狗是嗷嗷大叫,对着猴子狂吠不止,接下来猴子的举动更过分,对着小狗的脸上就是呼呼几巴掌,都说打人不打脸这颗把小狗气的半死,要不是被铁链拴住? 估计早就冲出去咬上猴子几口了,即使这样猴子仍不肯罢手,仍旧仗着自己的手长不断地对小狗出击,就这样暴打了估计有十几分钟,累了就休息一下,然后继续,抓到什么就往小狗身上砸,他不断地挑衅小狗,怎奈小狗也就只能对着猴子吼叫, 又累又饿的他只能捡上一些地上的残羹冷至吃吃,小狗的内心是相当绝望的,原本只是想好好的吃顿饭的,没曾想尽被可恶的猴子给搅和了,还连连遭到猴子的毒打,真是倒了血没了,此刻的猴子仍旧没有善罢甘休, 一有机会就上前呼上一巴掌,大家觉得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,竟让猴子连连对着小狗动手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